周末去哪玩 先看周末去哪玩 本周六 美国最大的披萨狂欢节 即将要来到亚特兰大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披萨大师都将到场 为您献上各种风味的披萨 VIP还可以无限试吃 现场还有各色娱乐活动 乐队表演 红酒 啤酒等等 一次性吃遍世界各地的披萨 就在本周六 第十二届Tucker美食节就要来了 这里即将聚集各色的餐厅 食品餐车 面包甜点 无论是美国南方风味的传统食物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味加油 这里会有日本餐 地中海餐 还有希腊餐点 在这里您即将一探究竟 现场还有手工艺品 儿童乐园等等等等 一年一度的盛会就在本周末快来参加吧 要说到中国的传统舞蹈和美国的hiphop街舞几乎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舞种 但是呢 这两位来自乔治亚州的艺术家们 他们两人把他们融合到在一起 本周六的Gasso Theater 来自于亚特兰大中国舞团的Carrie Lee艺术家 和AJ Pong嘻哈艺术家即将通力合作 他们的作品呢 表现出了中国与美国之间文化的碰撞 和融合赞扬了多文化的魅力 瑜伽可以调节人的心理也是一个不错的锻炼活动 本周末在Atlanta就有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参加的瑜伽公开课 在本周六上午9点半到Toco Hills购物中心 穿着舒适的衣服 带着瑜伽垫还有水 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瑜伽大师都可以来免费参加 挂着钢锁在摩天大楼上面攀登 这种事我们都听说过 那么挂着钢锁在大楼的外墙上跳舞 这种舞蹈您听说过吗 这种舞蹈呢是通过攀岩的技术 在极限环境下所完成的艺术形态 在本周五到周六 Flux Project的艺术家们就即将在俯瞰亚特兰大的 Tiago Ponce高楼上完成舞蹈 舞者在高楼上翩翩起舞 更平添了几丝在地面上所没有的空灵和飘逸 本次的活动免费参加 快来免费围观吧 下面是我们艺术团大 深受大家喜欢的每周固定节目 基本上任何周末您都可以参加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精彩活动了 千万不要忘记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 关注ATV的频道 免费领取您的阿拉斯加野生蓝莓果汁 周末新闻玩 下周更精彩 我们下周再见